6月22日 安徽合肥對7天一次的核酸檢測按下了暫停鍵 成為中國第一個退出常態化核酸檢測的省會城市 有大陸媒體引述中共衛健委的數據報導 從5月26日以來的一個月內 中國至少16個省份調整了防疫政策 在發布的調整防疫政策中 放寬類的超過八成 其中安徽省放寬政策的數目最多 同時大陸多地也開始出現核酸停滯銷 核酸採樣源供過於求 薪水下滑等 而這距離大城市要建立步行15分鐘核酸採樣圈的要求 過去還不到兩個月 面臨著崩潰的一個邊緣 5月底 中共國家醫保局宣布 只有住院的個人才能使用醫保支付核酸檢測費 也就是說 地方政府要為常態核酸買單 在這之後 各地對核酸態度開始變化 中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5月底召開10萬人大會 也透露出地方須自行想辦法救經濟的信號 中央也確實沒有錢 因為抗疫三年花銷也很大 那你現在的東泰清零搞的都虧損 好像除了上海陝西內蒙幾個省區 前半年是影域其他都是赤字 三萬億的赤字 大陸金角財經曾核算 常態化核酸的第一年 36個省會城市和千萬人口級別的城市加起來 地方財政須承擔的支出就是1209億元 而今年1到5月的地方財政收入下降了4513億 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則增加了4911億元 研究還發現 常態核酸改變了人們的出行和消費 脈測數據首席經濟學家陳慶指出 以5月底的娛樂餐飲活動指數來看 實施常態核酸的城市比去年同期低了28.7% 未實施的城市則為20.6% 常態化核酸檢測要在各種消費場所 要掃健康碼 所以很多人就靈驗不消費 那麼不消費 壓縮了內需 那麼這個中國的經濟就會面臨的承擔這個 這個比較很大的一個衰退的風險 除了舊經濟 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碩士賴建平認為 地方政府也想趁機平息民怨 由於背後利益驚人 核酸產業的貪腐問題也不斷浮上檯面 北京幾家醫療檢測機構最近被吊銷執照 而學者指出 常態化核酸檢測在目前階段毫無異議 像Omicron這種傳染力特別強的 那你常態核酸沒有意義 你檢測半天你只是檢測它感染沒感染 沒有任何防病毒的作用 純粹是勞民傷財 6月28日 中共大幅縮短入境防疫隔離限制 將入境旅客的隔離時間從之前的14加7調整為7加3 政治下不來 對中國的簡直是滅頂之災 賴建平表示 中共的清零政策就是一場鬧劇 如今執行不下去 常態核酸為了配合上頭調整風向 也必須得降溫